这里是新竹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 居住着不同背景的浪犬 此起彼落的叫声充满整个空间 虽然不愁吃喝 但对喜好跑跳及探索的狗狗却是一种煎熬 直到有一群人的出现 他们的生活开始不一样了 2015年的9月吧 我开始第一次进来收拢手 然后才看到原来收拢手是里面的情况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2016年的5月吧 就是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协会 新竹市保护动物协会的自公营 那之后我一开始单纯只是想多陪伴 就是我曾经钓过的狗 所以想就有自公营的机会呢 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带他们出来溜而已 那后面就是越做越多年吧 就发现教育其实很重要 然后更多人愿意看见这边的狗狗 或是愿意关心流浪动物这个议题 新竹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内共有180只带人养犬只 若有人力能陪伴或是带狗狗出来运动 都能建立人和狗之间良好的关系 所以自公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我们自公陪伴对所带的这些动物的帮助是什么 帮助当然非常大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它会向你应该去领养 第二个好处当然就是它们有机会出来考虑 运动一下对它们健康也有帮助 那再来就是也真的是补足我们松手能力不足的一个大缺 因为狗狗适用彼此认识这个世界 因此地上放了众多使环境丰富化的绣纹物 让狗狗以平静绣纹的方式抒发自身压力 另外也可以透过散步 接受到外在丰富又多元的刺激 见死活化狗狗的脑部 每半就是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主要都是带狗狗就是出来散步这样 但是后面就发现有很多幼犬 没有经过人类的陪伴 然后导致它长大之后就越来越紧张 然后很怕人 所以我们开始想要做幼犬放风的部分 那我们会在中庭或是斜坡草坪那边 就是会放上一些绣纹物 因为我们学会主要还是走教育这块 然后我们陪伴是近期有在试 就是尝试就是带着民众 就是有开放民众 可以跟我们进来一起跟狗狗做互动 就是有可能他们之后 未来在养动物的这块方面 或是对待动物这块方面 可以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然后也有达到我们想要传递 就是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观念 志工的陪伴让所内的狗狗重展校园 踏出被局限的龙内空间活动筋骨 感受此时此刻的自由 也是最真实的幸福 汲取园区内的毛孩们 都可以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更期待未来可以透过教育 减少流浪动物的增加 让人们学会每个生命都值得被良好的对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